我国为冠病患者控出1000张隔离病床 当中约8成被确诊以及疑似病例使用 如果有需要 我国也可将加护病房的病床增加到1000张 卫生部长王一康出席一场医疗奖学金颁奖典礼时说 如果住院人数不断增加 我国可能需要将更多的冠病病患转移到社区护理设施 或把更多的船位转换成隔离病床 甚至推迟非冠病患者的护理及减少他们的床位 虽然目前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的冠病患者占少数 本地加护病房床位已增加至近70个 本地医院也准备在未来几个星期增加更多的加护病房床位